为了解决当前茶叶产业缺工以及高龄化的问题 瑞瑟乡农会积极地辅导推动的茶产业机械化 在台东茶改厂全力的协助下 特别办理了乘坐式采茶以及肥料复挂示范观摩活动 茶农可以说是踊跃的参与也有相当高度的兴趣 不论是采茶还是施肥 在农业机器化发展之下 现在茶农也可以坐享其成 省时省力轻松收获 这是瑞瑟乡农会与台东茶改厂 共同办理的乘坐式采茶施肥机复挂机组示范观摩活动现场 茶改厂为了增加乘坐式采茶机的功能 成功安装施肥复挂机组 大幅提高施肥的灵活性 而且一人驾驶采茶机 另一人负责添加肥料 每次作业两行 一天可以作业六到七公顷 更大幅提高了施肥效率 以及减轻作业负担 茶农这是高度兴趣 面对采茶缺工 农耕人口高龄化的冲击 瑞瑟乡农会与台东茶改厂合作 设定五鹤茶产业机械化元年 积极辅导推动茶产业机械化 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目前五鹤拥有乘坐式采茶机数量 也已经超过两台以上 作业面积也达到30公顷左右 成功舒缓了花联平地茶区采茶缺工的问题 也逐渐朝向茶产业机械化的目标来迈进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